您好 请问这是李总的公司吗 是的 请问您找哪位 我是李总资助过的大学生 过来找李总的 好的 请稍等 前台前台 这里有人找李总 说是李总资助过的大学生 李总 外面有人找 说是您之前资助过的大学生 您让他进来吧 好的 您请进 谢谢 李总 见 请进 谢谢 你是 李总 您忘了吗 小姑娘 你这是怎么了 我考上大学了 可是 你先别哭 慢慢说 我弟弟生病了 家里为了给他治病 化光了所有的积蓄 我们上不了学了 李总 现在骗子多 你可别被骗了 这张卡里有十万块钱 你先拿去用 不不不 这钱我不能要 没事的姑娘 这个钱我可不是白给你的 你先拿去用 把家里的事处理好 然后好好上学 等你大学毕业以后 再来公司找我 谢谢 哦 原来是你啊 是啊 李总 感谢您当年对我的帮助 我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 毕业了就好 哎 对了 你弟弟现在的身体怎么样了 我弟弟现在身体非常健康 多亏了您的帮助 他现在也已经考上大学了 哎 李总 你看你都资助的什么人呐 不但不懂得敢 还想方舍把他来要钱 行了 你放心 你弟弟的学费我会 老板 我们公司最近资金都涨困难 没有什么闲钱 去帮助别人 小心被他赖上 不是的 不是的 我今天不是来借钱的 我是来还钱的 李总 这是我上大学 勤工减学赚的钱 还有奖学金 这里面一共有八万块钱 剩下的我再慢慢还给您 还有 这是我从乡下 给您带来的土特产 您今天一定要收下 我资助你 就从来没有想过让你还 再说了 你不还也没有人知道 你弟弟不是也考上大学了吗 你们也是挣需要钱的时候 李总 我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 我弟弟的学费 我有责任自己承担 还有 这个钱不还 是没有人知道 但是做人一定要有良心 也一定要懂得感恩 李总 感谢您这些年以来 一直对我的帮助 谢谢您